不方便洗臉的時候 但是你又很需要清潔你的臉的時候 一般人就直接這樣沾然後直接這樣用對不對 我告訴你我覺得這樣不夠好 比較精準的用法呢是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翠 今天我要分享的是卸妝水的六個用法 除了全臉卸除彩妝之外呢 它其實還有非常多 欸好用的小用法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 那我今天就要來分享卸妝水呢 除了全臉卸除彩妝之外 還有一些小用法喔 麻煩大家訂閱我喔 謝謝 欸你幹嘛 那第一個用法就是廢話 當然可以全臉卸妝 如果一直有在關注我的人就知道 我幾乎每一集空空少都會出現這個 Bioderma的小紅水 這個呢是Costco特別版的 我買了三罐 那台灣應該是買不到這個超級大容量 這個是850ml 那台灣應該看到的幾乎都是這個500ml的容量 這個我從學生時代就在用了 一路用到現在 那他卸妝的功夫沒話說 OK好那我們就跳過這一點 第二點我覺得愛化妝的人應該很多人都知道 只是用法不見得很精確 就是用棉花棒在卸妝水呢 非常適合拿來修正你化妝的濕霧 或是改妝 你那個什麼睫毛膏沾到下眼睫啊 你化眼影的時候亮粉不小心畫歪了啦 然後你拉眼線拉歪了啦 然後眉毛畫出格了啦 反正你想要修正你濕霧 或是不小心沾到哪裡 口紅不小心畫出去的地方 一般人就直接這樣沾然後直接這樣用對不對 我告訴你我覺得這樣不夠好 比較精準的用法是你棉花棒沾了卸妝水之後 這個時候你棉花棒上面那個前端 實在是沾了太多水分 你一定要再用衛生紙呢 大力的把它這樣捏扁 只是要保留非常少 讓棉花棒就是摸起來好像有點濕 又有點乾的那種狀態是最好的 因為一旦你棉花棒上面的卸妝水太多 你很容易把你連著底妝 或是你的什麼你知道 眼影疊好的那些漸層都會帶掉 然後呢你那邊會很明顯就是一塊 跟你原本畫好妝的地方不一樣 就毀了就沒有那麼精缺 沒有那麼perfect了 所以你一定要用衛生紙呢 事後就是你知道擠掉大部分的水分 只留一個要乾不乾要濕不濕的 然後呢用尖端輕輕的來回這樣子 誒 掃一掃 你呢寧願少量多次的修正 也不要一次太多 第三個用法規矩用非常多年了 就是無痛卸除假睫毛 OK 我告訴你 我戴假睫毛年齡非常的長 我大概不是從大學就開始戴假睫毛 一路路戴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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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我當youtuber的 第一年可能還在戴 我有點忘記了 重點是卸除假睫毛這件事情是非常有技巧的 因為呢我這個人就是蠻省的OK 那假睫毛呢就是我希望鼻腹可以用很多次嘛 除非你是剪斷式的 如果你是那種一條假睫毛 剪成三段四段 然後像是那種新密啊 或是你特別出去給人家化妝的那一種 它都會分段然後堆層的那個疊 甚至是前面跟後面中間 又連不一樣形狀不一樣的那種假睫毛 那另當別論 我講的是一般就是你平常 要是你把假睫毛當日常 就是化妝在用的人 你每一天卸掉你的假睫毛 你是不是希望那個睫毛可以多用幾天 然後最好乾淨 你不可能用卸妝油嘛 你要是暴力用絲的 你那一塊眼皮 然後我告訴你很快就鬆了 你的膠原蛋白可以支撐你 比如說15年 OK才會慢慢的鬆垮老化 你這樣撕撕撕 我告訴你就減半好不好 7年6年 就鬆垮老化 要是你每天撕 然後你又不擦眼霜 然後你又保養的方式不對 你又常常笑 你又老化那個 快又不防曬 我告訴你 再減半 你幹嘛3年就開始瘋了 這樣是不是有點危言手聽 反正呢 就是因為我知道這樣暴力絲呢 首先 眼睛會很痛 第二個呢 你很容易扯斷你真的睫毛 OK 第三個我有朋友呢 因為這樣子撕撕撕撕到最後 不知道多少年開始 他的眼睛就是紅腫到好不了了 要是你常戴假睫毛 或者是你想讓你的假睫毛呢 多重複利用幾次 他最好每一次撕下來 越乾淨 越完整 越好對不對 所以不只是保護假睫毛 還保護你的眼皮喔 就算棉花棒加了卸妝水之後呢 你一定要把你的眼皮 這樣子 我告訴你 這樣 往上翻 然後呢 拿這個濕色的這頭呢 去渡你的根部 我告訴你 就是用點的 你盡量不要碰到你的眼珠 雖然就是 這個小紅水非常的溫和 但是我們還是被碰到眼珠 你這樣渡你的睫毛根部 OK 就這樣渡 我真的真的犧牲色相 然後你就用點狀 點狀的來回 比如說五次 等個五秒 十秒 你那假睫毛呢 輕輕這樣一拆 他就會下來 這個時候還沒有完 因為呢 你上面沾有卸妝水對不對 所以你假睫毛 如果戴過的人都知道 上面通常會沾很多膠 那個膠呢 上面就黏了給你的眼影啦 你的粉底啦 然後如果你放在桌上 放在屋面的時候 還會黏灰塵啦 然後你下次再戴的時候 他就沒頭沒了 也因為你就用了小口水 他那個膠就很容易被你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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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潔下來 我只是現在不戴假睫毛 但是我過往大概有十年的時間 都在戴假睫毛的時候 我都是這樣用的 還保護你的眼皮 OK 一舉兩得 我為了要拍這個示範 我還特地再去黏著假睫毛 再拍示範 我已經很久沒戴假睫毛了 第四個用法呢 就是快速的清潔 粉底刷跟氣墊粉撲 或是你的舒芙蕾粉撲 你的蛙鉤粉撲 那些不好清潔的 快速清潔 就可以用卸妝水來搞定 要怎麼用呢 你們還記得之前我介紹那種香煎喝完的時候 我不是告訴你那個 就是洗臉精的N種用法 我告訴你 這個時候洗皮間也可以派上用場 你那個早上剛化妝前拿去洗臉的那個洗臉精 如果這個時候你還沒有擦過桌子的話 他只是讓你洗過臉之後 他不是現在還濕濕的嗎 這個時候呢 你要是化妝化好一半 你的那個氣墊粉撲 啊我來不及洗 可是 可是他又有點 有點髒了 上面有一點棉絮 或是說粉底有點髒 太多有點小結塊了 不美了 可是我來不及洗 有沒有洗了 怎麼辦 你那個早上用的洗臉精 OK 或者是你拿乾淨的廚房紙巾 最好不要用衛生紙 我不建議 因為容易起泄 所以呢 洗臉精 廚房紙巾是最OK的 你呢 一樣 就沾上一點 不要太多 不要可以擠出水那個狀態 就是一樣 沾一點點卸妝水 然後讓那個卸妝水的那個面積呢 欸 比較勻一點 然後呢 這時候你的粉底液刷啦 OK 你的那個氣墊粉撲啦 你的舒服雷啊 你的那個什麼蛙哥啊 你的那個睫毛夾 你那雞大堆什麼睫毛膏啊 眼影啊 然後呢 你來不及清的 這個時候都可以這樣一併的清乾淨 清理這些美妝小工具 硬集的時候 其實蠻好用的 兩滴就可以了 真的不要多 不要想說我整張都要弄得濕濕的 太浪費 而且 你最後一把不可收拾 OK 第五個用法 我發現真的沒有太多人會這樣做 然後呢 我都是分享了之後 他們才說 欸 這真的是個好方法 就是 可以快速的清潔皮膚 欸 聽起來像廢話對不對 他跟第一點卸妝有什麼不一樣呢 好 我告訴你 就是在你那個 不方便洗臉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我真的找不到比卸妝水還要 還要完整舒緩 然後保濕方便的方法了 有幾個情況 第一個就是 你上飛機的時候 因為呢 有些人就是帶淡妝上飛機 有些人呢 也是素顏上飛機 像我很多時候都是素顏上飛機 就是我需要在飛機起飛之後 準備要睡覺 進入一個很長時間 然後一直被那個很乾燥的情況 攻擊的時候 我需要做一些飛機上特殊的保養 這個時候呢 在飛機上 很難洗臉 我建議你 不要在飛機上用洗臉乳洗臉 你就會覺得 蛤 我就去廁所拿洗面乳洗臉 我告訴你 那個水量 要把你的洗面乳完整的沖乾淨 基本上很難達到 我是覺得有點不太安心 因為 洗面乳最好是大量清水沖 會比較好 那個水那麼一咪咪 對不對 然後你這樣 你要等到什麼時候 對不對 然後你確定你真的洗乾淨了嗎 所以呢 我覺得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要嘛第一 把它裝小罐 要嘛第二 你把它裝進噴物品也可以 一上飛機的時候 你想要清潔你的臉色 就快噴噴噴 應該噴非常多 因為你用噴的嘛 然後把它噴濕噴濕噴濕 這個時候呢 再拿出你的卸妝棉 洗臉筋也可以 然後呢 就開始輕輕的擦拭 清潔你的臉部 當成你的清潔程序 這個時候我就覺得 這個小紅水非常的棒 因為 它夠保濕不刺激 然後也不會說 我後面一定要 加一個洗臉的過程 對不對 除了飛機上的簡單清潔皮膚之外呢 比如說有時候 禮拜六早上起來 我就懶 我只是在家 然後我也沒有要出門 可是我要擦防曬 我又懶得洗臉 這個時候我就真的 就拿這個一樣 那我化妝棉沾一沾 然後就有擦尾 擦掉我昨天晚上的什麼A唇啊 擦了什麼杏仁酸啊 那些就不太適合曬太陽的 那一定要洗掉 但我有懶得洗 這時候我就用這個 然後呢 擦完這樣 一樣擦了乳液 再擦了防曬 我就在家帶一天 就這樣子 超級懶人的方法 或者是你在外面露營啊 你早上還要再去那個 冷冰冰的那個冷水 然後如果冬天 還在那邊潑水嗎 那真的很懶得洗臉的話 我就用這個清潔 那當然我不是天天這樣 我只是好像偶爾這樣子 只是說 應急的方法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用 第六個用法 我告訴你這厲害的 這是我偶然發現的 就是可以去除香水味 我告訴你這實在太厲害了 你要聽我講的故事 我怎麼發現的 就有的時候呢 我就抓了一罐香水 噴就發現 啊沒有沒有沒有 我今天是想要噴另外一罐 那我都噴啊怎麼辦呢 對不對 一定要把原來那個擦掉 那你會這個時候去洗個澡嗎 對不對 我有一次呢就是用我剛剛呢 卸了我手上那些口紅啊 彩妝那卸妝水的那個卸妝棉 就還放在桌上 我就順手把它拿起來 然後擦那個香水 我就發現 它可以抹去大半的味道 這真的還不錯 你要是噴錯了香水 或者是你左邊噴兩下 右邊又噴兩下 然後你就覺得 那都已經噴了怎麼辦呢 沾一點卸妝水 稍微擦掉 我告訴你是可以擦掉 意外發現的就是 我怎麼那麼厲害啊 先預告一下 後面有抽獎喔 現在知道卸妝水 除了卸妝之外 還有這麼多好用的小用法 趕快學起來 那我今天就要來 好好的介紹我愛用10年以上的 這個Bilderma 敗膚代碼的蘇敏高校潔膚液 這一罐我從學生時代 台灣還很難買到的時候 我跟我妹妹就已經開始用了 那個時候我跟我妹呢 都是每年去法門 半一年都糞回來 囤貨OK 那我喜歡用這麼久的產品 非常感謝寶珠瑪今天來找我合作 來分享這個 我已經用這麼久 真的是老用戶了 所以今天介紹它呢 完全不廢物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這麼多卸妝的產品 為什麼我會選擇卸妝水 首先我是乾肌 我妹是油痘肌 然後它長痘痘的情況是 很嚴重的那種 那我們兩個都喜歡用卸妝水的原因 我先講我的就是 卸妝油 即使我是乾肌 對我來說 它還是有的時候會讓我長痘痘 就是可能要看品牌 但是它很容易有 乳化不完全的時候 我就要很確定它乳化很完全 完全不能做錯 它手不能濕 什麼等等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在使用上面 日常來講沒有那麼方便 那卸妝水就很方便啊 我很喜歡邊看電視 然後邊家後邊跟人聊天的時候 就開始邊卸啊 卸完再去洗澡啊這樣子 那卸妝乳的話呢 我是更少接觸到的 我覺得如果要用卸妝 卸得乾淨的話 就是要用卸妝棉來回 蠻多次的 蠻拉扯的這樣子 那我知道大家最近很瘋迷的是 卸妝膏對不對 不知道你們大家瘋迷的東西 我一定要去用用看啊 我有用過了 OK那個很貴附的那個牌子 我必須說 就是呢它沒有什麼不好 個人喜好 我覺得它比較 所以它一定要有一個 乳化 然後怎麼樣再長新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的過程 啊錯了 就不行這樣子 沒有說像卸妝水來的這麼的方便 然後我就覺得 日常的來講 我還是覺得卸妝水比較easy一點 無腦使用就直接擦 欸不確定那邊 弄乾淨了沒 就再沾一張 然後在全臉卸到上面 什麼都沒有了 欸我確定我卸乾淨了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我乾 你知道嗎 所以呢卸完之後 那個卸妝水在臉上的那個 水水的感覺 我很喜歡 比起那些 油性的卸妝產品 我更喜歡就是卸妝水卸完 手加摸過去 是很像剛洗完臉 然後呢水水的 然後肌膚很清潔的那個觸感 我喜歡這樣子 然後我也喜歡用卸妝棉這樣沾的卸妝水擦 擦到我看不見彩妝為止 這樣我也是最安心 再講一下我妹是油痘基 她之前用過綠色蓋子 但她後來都選紅色蓋子 那她說她用卸妝水卸妝 是最不容易找痘痘的 那我覺得也是她個人的選擇這樣子 OK那給你們參考 講到這裡有跟你們分享一個很久以前的小故事 就是 就是那個時候 我很早就開始用 那時候台灣還不是非常多地方在嗎 還不容易買到這個被附在馬的小洞水 而且她以前還不見了這個品牌 你知道嗎 所以呢 我做的很早期就在用 那個時候呢 我媽不知道她用什麼卸妝 潔眼油吧 還是什麼我也搞不清楚 她就一直給我潔眼油這樣 我就說你不用再給我了 我不用這個 她說那你用什麼卸妝 我說我用卸妝水 我跟你講我媽沒聽過卸妝水 她說什麼卸妝水 然後我就拿出一罐卸妝水 我就說這什麼都能卸 除了睫毛膏卸不掉之外 啥都能卸 她說真的假的 她說口紅能卸嗎 因為她覺得口紅應該是最難卸 因為我媽不是說她睫毛膏 她覺得口紅是最難卸的 我那時候呢 就叫她把她的化妝品拿出來 眉筆啦眼線啦 然後呢 最後就是拿她的口紅就在那邊畫畫畫 然後就沾那個一樣 就這樣擦掉 全部擦得很乾淨 我媽當時想說這什麼東西 然後就沾著這樣子 用刀在手上 然後說 這摸起來就是水啊 我說對啊神奇吧 然後她就說這真的卸得掉 卸得掉嗎 然後她就自己在那邊試 我那時候也心想說 欸對啊 它就跟水一樣啊 那為什麼 為什麼可以卸掉呢 後來呢看了她的介紹之後 才知道 她原來呢有一個微氛指 福西科技 OK 還是像磁吸般的呢 把你的彩妝就是 黑吸出來 轉到你的化妝棉上面 所以難怪她可以把你的彩妝 就是卸得很乾淨 而且很輕鬆 喔有點講不完 它不含酒精不含香料 不含Paraben類防腐劑 所以呢這種每一天 用在臉上的東西 Everyday都在用的東西 我是覺得 我要是可以選擇 不含這些 我臉上不需要的東西 我就盡量選擇 這些欸比較安全的 乾肌敏感肌 OK 或是打完醫美我也用這個 清潔臉部 我都不覺得 有什麼刺激也不熏眼 就是在使用上面都讓我覺得 欸舒適 臉上保水 然後呢 用得很安心 所以如果你在找卸妝的產品 或是在觀望的人 你都可以試試看小紅水 OK 非常感謝北斧大麻 今天給我們的觀眾又 抽獎活動 抽獎的辦法呢 就是按讚訂閱加留言說 我要用小紅水卸妝 就可以參加抽獎喔 那獎品大概就是小紅水 一罐啦 非常謝謝廠商 給我們的觀眾這麼好的福利 我是Ash 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星期見囉 掰掰 下星期見